日本皇后美智子绝望旧照 第五佛图 举手投足尽显高贵优雅日本皇后美智子 这位当年惊艳一时的美人 美智子原名郑田美智子 1934年10月20日出生 日清智粉公司郑田美智子 田英三郎的大女儿 标准的豪门千金 家中的几个兄弟都很有台学 而且长相都非常出众 美智子容颜亲厉 待人亲切 温婉美好 如沐春风 她上学的时候是学生会会长 成绩优异 还乐于参加活动 回家后接受艺术的熏陶 倾听母亲韩刚行 1957年8月的一次业余网球赛 美智子和名人皇太子相遇 不久后人宣布自己喜欢上了美智子 这在皇族掀起了轩然大波 日本皇室为了维持血统的纯洁 一直实行的是近亲结婚 局限在皇族根华族内 从来没有接难过民间的女子 日本旧贵族纷纷重伤美智子 而且他们的婚事也受到名人的母亲 娘子皇后的反对 美智子的父亲也是反对的 甚至不愿意女儿跟皇太子再接触 最终1959年4月10日 美智子与皇太子名人亲王结婚 成为皇太子妃 现在来一组日本皇后美智子绝望旧照 一起见证这位温婉的家人 美智子跟婆婆两子不同的是 她婚后几乎是立即怀孕 1960年2月23日生 儿子昊公德人亲王 1965年11月30日生 理工文人亲王邱小公 1969年4月18日生 季公亲子那亲王黑田亲子 美智子坚持为丈夫 嫁出过平凡的家庭生活 她结婚后就建议建造一个小厨房 为丈夫做做饭 尽一个普通妻子的义务 名人是赞同的 于是美智子拥有了自己的厨房 此后美智子和名人 争取孩子的抚养权 美智子坚持用自己的奶补于孩子 夫妻哪在宇宙室里 做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后 终于得到了孩子的抚养权 1989年1月7日 名人祭天皇位 美智子为皇后 她一个平民之女衣 育而成为太子妃 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现代天荒史上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美智子现任日本红十字会的名誉总裁 国际儿童图书评一本名誉总裁 她的美貌和才智 令人惊艳 2013年11月 皇后美智子通过宫内厅 拒绝了名人天皇提出的合葬要求 她认为自己是没有资格 跟天皇同目合葬的 我只是来自民间的凡人 配不上神族 对于皇后美智子而言 嫁入皇室绝非一件幸福的事情 如今她成为了气质优雅的老太太 她依旧有她的傲气 祝其文解密原创文章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图片来源互联网 版权归属作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